新冠的重症患者大約是有兩成五會病發 血栓 一般會出現在腦部 肺部 還有四肢 而近來 玻璃桃園醫院則是接連出現 兩名的重症患者 分別出現了視力模糊 還有中央視網膜靜脈 阻塞的併發症 眼睛是靈魂之瘡 一般確診新冠肺炎後 部分的患者會出現結膜炎的併發症 不過最近玻璃桃園醫院發現 有兩名男性確診病患 兩眼視力也跟著出狀況 國內新冠肺炎重症比例為千分之零點六 約有四分之一的重症病患會併發血栓 不過血栓通常出現在腦部 肺部跟四肢 而且耗發在三高族群中 這次玻璃桃園醫院出現眼部血栓 應該可以確定就是新冠肺炎惹的禍 所以他們的三高情況其實並不是很明顯 那其中一位他們 其中一位他是完全沒有三高的問題 那另外一位的話也只有高水壓一樣的 就是這個病史 醫師表示染疫造成中央視網膜靜脈阻塞 也就是俗稱的眼睛中風 在國外已經有紀錄 不過國內還是頭一招 醫師強調雖然染疫會造成眼部血栓十分罕見 不過還是提醒確認民眾 一旦眼睛出問題一定要馬上求助醫師 避免勢力受損 終身遺憾 記者謝祥林 桃園報導